大家好,我是长脸 直此国庆佳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国务院战略忽悠总局 发来贺电对奋战在特殊战线上的 带路党、美分党、恨国党、逢中必反派、阴阳怪气派、公知派、唱衰派、西方月亮就是元派 至于节日的问候以及表彰 长脸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 志奋战在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 由于你们的存在 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每当党和人民取得一点成绩 骄傲自马 不思进取 你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你们跳出来 上纲上线 党中央就不能好好练练字 猛磕冷水 让我党和人民立刻清醒 意识到 慢招损 千寿意 于是再次兢兢业业 埋头苦干 每当党和人民被西方意识形态迷惑 就要被带到沟里 你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你们跳出来 阴阳怪气 明示暗示 于是党和人民立刻意识到 只要你们宣扬的 就是西方的阴谋 避免了我党和人民走弯路 每当党和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时 你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你们跳出来 冷嘲热讽 气急败坏 于是党和人民立刻就意识到 只要你们反对的 就是正确的 避免了我党和人民错失良机 每当西方发达国家要对中国下手 你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你们在西方内部 发起强大论战 大势畅衰中国 从而使得他们放弃行动 确保了我党和人民的安全 有时候你们亲自上阵 在党和人民的内部 上演左手右手互搏 使得西方误以为 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以为中国命不久矣 让西方国家坐等中国崩溃 白白丧失了战略打击的机会 每当西方国家 疲态毕露 漏洞百出 开始走下坡路 准备专注搞发展时 你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在他们的内部 发起强大舆论攻势 大肆催捧 西方从而使得敌人放弃自省 放弃自强 确保了他们倒退 总之 正是由于你们滋滋不倦 获敌不止 使得我党和人民 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基于其义 乘风破浪 奔驰在 通向星辰大海的康庄大道上 在这里 党和人民再次向你们 和你们的祖宗十八代 致以亲切的问候 为你们送上光荣的历史称号 三板斧 战略忽悠先进集体 乘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即沧海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 同志们借交借造 白尺 干头 更进一步 忽悠出新水平 永攀战乎高峰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战略忽悠局 2019年8月31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常烈 最近看一个朋友写的公众号文章 讲说美国开始三反五反 川建国同志开始学党史 川普还在演讲中称 要反腐败 反假新闻 反官僚主义 并称 共和党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美国普通家庭的政党 也是实现美国梦的政党 这何止是学会了三反五反呢 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融会贯通了 我们就再看看川建国同志之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一 美国不要强行出头 这不就是韬光养晦吗 二 美国不会继续输出价值观 这不就是不输出革命吗 三 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 这不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吗 四 美国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于所有国家 这不就是世界各国应该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五 美国国家利益地益 意识形态是次要的 这不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 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六 美国需要能办事的人 政客们只会在纽约时报放嘴炮 这不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七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不就是实现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这邓小平理论掌握的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要好 再次叮嘱川建国同志 请千万注意隐蔽 不要过早暴露 祖国和人民在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另外再讲一段别处看来的历史是真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需要的静电制子加速器 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帮助下得到的 当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赵忠饶 在美国希望采购零件 带回国组装 得到一位慈祥的美国物理学教授的帮助 最后完成了中国第一台静电制子加速器 为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脸觉得这位老教授怎么的也算得上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吧 还没完 这位教授的儿子名字叫JG JG上学 是这个教授的一个亲兄弟资助的 所以教授与他兄弟一家关系特别好 教授兄弟的儿子也就是这个教授的侄子很崇拜自己这个科学家的叔叔 小时候经常跑去叔叔家玩 思想上受到他叔叔很大的影响 当然直接传承教授优秀品质的还是他的儿子JG 他一直与赵忠饶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 据赵老师回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JG还签线帮助我们401研究所 从美国买了一套串列式静电加速器 这个美国教授一家人堪称满门中烈 顺便说一下 教授那个受他影响很大的侄儿 名叫唐纳德 特朗普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 这个美国教授的名字叫 川普上台之后引起了美国很多人的反对 最近他又频频出招对中国咄咄逼人 但实际上特朗普家族跟中国很有渊源 正是特朗普家族的帮助 才让我们中国蘑菇蛋的爆炸 提前了十年 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何人 不通共 川建国同志 不愧是奥关海同志的 合格继承人 是第三 帮助中国 帮助中国压地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价格 他 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胜利了 不能宣扬 失败了 无法解释 他 甘愿将知道的一切 带进坟墓 存在的意义就是 在某一瞬间 改变历史 他深耕其他组织内部 润物无声 曲线爱国 绝对是新时期 无产阶级 地下战士的杰出代表 关海同志 早已完成任务 后续 建国同志 做的依然很好 组织 盼你们 早日归来 好了 今天聊日报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